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普甘這裡的人 大多都是 清晨五點起床 騎著電動車 尋找著不同的地方 來看日出 我就回酒店吃早餐 吃完早餐之後 我騎車到普甘的巴士站 買明天中午我 緬甸行程的最後一個城市 曼德拉車票 到曼德拉的普通車票 只需緬甸員9,000 費用包括公園酒店 載你到巴士站搭車 買完車票後 我就到附近的 不甘火車站逛逛 又是午餐時間 我點了當地的緬甸餐 有米飯和幾兩小菜 吃完午餐後 我到附近的 普甘市場走走 每到一個城市 我都喜歡到當地的市場走走 看看當地人的生活 購買一些紀念品 我都喜歡到 這些碗盤 很像我外婆以前在用的 看著它們 我想起我外婆 我都喜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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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古收了普甘 見佛塔 是在展現自己的實力 所以比較窮的人 都在見小佛塔 比較富的人 都在見大佛塔 和寺廟 在展現自己的家庭 看到我們 在浦甘的第三個清晨 我覺得我似乎已找到我心目中最理想看得出的位置 你们觉得呢 在浦甘的最后半天 我争取时间走多几个浦甘的景点 很快的就结束这三天两夜在浦甘的行程 要不是因为时间的驱赶 我也不想那么快离开这美丽的古都